這兩個合體劑不夠看 再加五一個好不好 來 幫我拿好 來 預備 一 二 三 劇團活潑的演出 讓現場大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 為期四天的2023基隆童話藝術節 在國門廣場跟海洋廣場熱鬧開幕 市長謝果良親自參加啟動儀式 這個地方未來是屬於下一代的 是屬於未來的孩子們的 所以我們要立志幫孩子們打造 更好的一個教育環境 生活環境 娛樂環境 跟一個好的成長環境 所以童話藝術節 謝謝我們教育處的同仁 很熱心的一步一步的把它辦起來 也很有特色 我們既然脫不開雨水跟我們的連結 不如就來好好的享受跟共存 現場也規劃了許多尋找雨精靈的活動 與大型藝術裝置 相當具有環保教育意義 在我後面是太空補水站 太空補水站也是運用 SDGS相關的一個意念 然後我們讓水循環的一個概念 能夠讓孩子在我們童話藝術節裡面 不僅好玩 同時也可以學到很多環境有序的議題 因為就覺得就是現在表演的就是雨精靈 所以我想畫雨精靈 然後雨精靈的頭上有感覺像一朵花 在我們前面呢我們還有我們的 島嶼會集傳遞永續的一個概念的一個裝置藝術 一系列的結合環保教育 然後結合我們地方的特性 其實我想今天雨精靈的話 就是我們基隆市一個特色 我想非常好的一個教育 搭配同去的童話藝術節 市長謝國良和警察局長張樹德 也帶領可愛的警察大玩偶 在現場進行反詐騙宣導相當吸睛 市政府教育處也特別感謝多個贊助單位 這次共襄盛舉 來舉辦基隆童話藝術節 讓大小朋友們共同留下快樂的回憶 在這次的那個大型裝置藝術裡面呢 陽明海運幫助了我們非常的多 那另外呢也有自衛科技的部分 那這是在我們基隆 尤其就是在我們自己本身車站附近 那有一個非常元宇宙的一個體驗活動 那另外呢也要特別謝謝我們的鮮乳法 那在這幾天的活動裡面呢 他也特別提供了鮮乳 所以呢小朋友來到這裡 如果累了也可以去我們的鮮乳法 其實我們在做的就是 收集各式各樣的笑容 我們也很開心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 能夠讓這個城市 都聽到孩子們的笑聲 然後看到家長們很開心的這個笑容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記者黃日蒲 好 記者黃日生